世界上博物館相當的多 今天來看看很特別的是 失戀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展出的內容 是來自於世界各地搜集的 心碎紀念品 透過文字把失戀的感觸描述出來 一起來看一下能不能引起您的共鳴 大象玩偶給了一個大大擁抱 像是給了心靈安慰 擁抱讓人有一種依靠 就像人在失戀時撫慰人心 除了透過抱抱外 在華山文創園區展出失戀博物館 集結了世界各地心碎紀念 其中這個3D眼鏡背後的故事 讓人印象深刻 玩偶 鞋子 手套 明信片 各式各樣的失戀物品 透過文字描述 讓心碎展品顯得更有感觸 甚至讓人勾起屬於自己的回憶 因為前男友也是有送過一個相簾 然後看到就覺得 雖然說長得不是很一樣 可是那個意義都是相同的 因為我之前女朋友送我手套過 想起之前冬天的 大概出去玩聖誕夜 分手紀念品琳琅滿目 失戀除了讓人心碎 其實也代表戀愛中曾有的甜蜜 透過分享見證消失的愛情人 具有存在的價值 柚天TV 林文浩 吳欣倫 台北報導